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进去看看闺女 这也不能一天两顿饭都不吃 不是 我进去说啥呀 你小两口的事 你毕竟是当过乡长的人 这做思想工作那不是你的长相 赶紧 赶紧 起来进去看看闺女 不是你干啥 你进去不就完了吗 你还得推什么呢 这 你那啥喝点水 咋来了 和乃文吵架了 闹别扭了 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常识 你看我和你妈 哪天不吵个三五架呢 这半辈子不也过来了吗 莉莉 有什么事情你跟爸爸说 老公 还没打饭呢 好 好 我不饿 今天去晚了 没有好菜了 人可多了 餐片补助干发去了 都跟他打几个婚线 咳了咳了嘴呢 你瞧老乔那个样 跟食堂是他家似的 不用不用说 人家资历老 据说是满种在的时候 亲手挖过来的 不就是个做饭的吗 还就习惯人家叫他乔总乔总的 我说老公 你再也不去打菜 公司发的那些伙食费 可都便宜乔想东了 我的伙食补助还没发呢 都去后勤办理的呀 你没去 我去了 人家说没我的 只要是满秋公司的员工 连扫地的都有 没有就没有吧 我也是刚来 没干啥活 那可不行 试着自己的 凭啥不要啊 看咱们总务部好欺负啊 活都让咱总务部干了 还吃饭好肉呢 我估计是老乔欺负人 看你不好意思要啊 他都扣起自己打红烧肉吃了 郭师傅 你去要 你要是不去 我替你去 别别别 再等一等吧 没准过两天能发呢 凭啥让咱等啊 去要 不一样 这人不一样了 爸 我觉得 我都快不认识郭乃文了 我现在特别后悔 我怎么能嫁给这种人呢 莉莉啊 我这么和你说 乃文是你中学当中你就相中的 对吧 我和你妈都看在眼里 只是不说而已 那不管怎么说 咱们家它也是个干部家庭 乃文没爹 是他妈带他们哥俩长大的 那跟咱们家条件比 那没法比 主要是因为你喜欢 只要你喜欢他 爸爸就支持你嘛 不是嘛 是 我喜欢他聪明 老实厚道 我都认识他快二十年了 我从来都没发现 他还有另外一副面孔 莉莉 我这么和你说吧 男人都那样 现在这小哥抖起来了 也那是大老板 手下有好几百号人哪 比你爹当年直接领导的人都多 哎呀 你说一个人 谁能保证不犯错误 错了就改呗 只要不破坏家庭就行 他破坏了 他破坏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基础 咋的 他带女儿回家了 爸 你说什么呢 我跟乃文不是因为这种事 莉莉 只要没有第三者插足 什么事情都好解决 不生气孩子 不生气不生气 过去过去 乃文他变了 变了 他良心变坏了 那个 咱的伙食补助发了没有 发了啊 你迷离啊 他们说没我的 有啊 画面车上我看有你啊 啊 那我我回头再上老乔办公室问问 老乔现在在食堂 你现在过去吧 哎 哥里哥 我跟你们说啊 我老乔当初那会儿在荆州开饭 开饭晚的时候啊 哎 那生意可老好 那叫大酒楼 哎 来我这儿都没有低档次 后来我听郑友说说炒房地产挣钱 我就把大酒楼一卖 我就下了海了 这房地产这海水也可太深了 我没结膜了 就把我 就给我拍在那儿 老乔 好 郭志刚 啊 找我啥 啥事啊 我去 啊 领那个旧餐补助 对吧 是 他们说说把我落下了 我过来问问你 你看 落下谁也不能落下你啊 哎 你是哪个客室来的 我在总务部 啊 总务部可好啊 你都会干什么呀 我现在正在学呢 啊 那就是啥都不会啊 行老乔 你先忙着 这事改天再说啊 哎哎哎 别走啊 你知道这就餐补助 是满邮集团哪个领导传下来的吗 满总 知道满总是谁吗 满秋啊 哎呀 要说这满秋啊 真不容易 原来家里有个男人 可那个男人 良心让狗给叼了 跑了 你说满秋的一个女人 是又当爹又当妈呀 啊 把孩子拉扯大了不说 还开了这么大一个公司 哎呀 我乔想通是真佩服他 你呢老郭 是 他是挺不容易 嘖 可跟满秋一比 有些男人呢 活得可就太容易了 给口饭吃就吃啊 哎 甭管是坑过的 害过的 对不起过的人给的 也甭管这饭 是馊的 是香的啊 还是咸的辣的 能填饱肚子就行呗 脸没有啥用 你给我片猪脸 我能给你炒着吃 爬着吃啊 辣着吃 人脸可就不值钱喽 哎 我就不知道 你说这人 要脸有啥用啊 你说呢老郭 人要脸有啥用啊 老乔 人似的妖脸 可人也得吃饭活着 郭志刚 你就是命好啊 有人帮你 你就是一滩烂泥 也有人像模像样的 把你呼在墙上 有人供着你 养着你 别人还以为那是一幅画啊 哎 可我乔永通知道啊 你啊 你根上你就是那碗烂泥 我跟你说 哎你不用领那个 什么就餐补助 啊 你每次来吃 我请你吃 我倒要看看 这满球集团的饭 你咋往下演 爸 您说郭乃文干的这些事啊 是不是太过了 这件事情啊 我跟你说 这要放在古代 那就是宰相发动政变 霸出皇上 乃文对满秋的这种做法 确实是有点过 我还替他解释 说乃文这么做 是为了满秋集团的发展 既然满秋姐因为假绑架案 闹得着急上火 什么事都干不下去了 乃文这个时候站出来 主持一下大局 这很正常 可他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他把满秋姐在集团的所有股份 都给夺走了 就连市里的房子 也不让小满跟他进去住了 你说小满是他的亲侄子 爸他怎么能这么做呢 那乃文也许是有他自己的考虑呗 是不是 再一个 那满秋住在那儿 可能不便于他开展工作吧 那考虑他也不能不讲人情味吧 满秋姐是怎么对他们老国家的 那上伺候老下照顾小 中间还得供着他上学 他哥呢 他哥对他又是怎么做的 当年毁掉了他上军校的梦想 就在城里混得最好的那几年 都没说拉他一把 现在倒好 他把满秋姐给赶走了 居然把郭志刚给招进公司了 爸 你说他是不是恩将仇报 分不清相臭 莉莉啊 这再怎么说 那都是老国家人自己的家事 你就别跟着掺和了啊 妈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 我现在是到处想办法 给乃文挽回一些影响 前两天 我给小满买了辆山地车 乃文知道了 你都不知道他那样 不依不饶的 你说他对自己的至亲都能这么绝 我真不知道他以后能对我怎么样 要不我找乃文谈谈 那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领导岗位退下来的 是吧 那说话我是讲政策 有水平有威望的 爸 您太小看金钱和权力的魅力了 在上千万资产面前 就是天王老子的话 乃文现在都敢不听 这小子 这从小老是 现在谁知道怎么蔫会呢 你话虽然是这么说 这日子还得过 我说李啊 那你说我们能干些什么 干什么呀 他对他自己的亲人都能做得这么绝 这日子 我真不想过了 莉莉啊 那你啥意思啊 我想离婚 现在你的检讨书是越写越熟练了 主要是认识越来越深刻了 满满 我承认我对你的要求 是太过于严格了一些 可那也是因为对你爱之深痛之切 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如果你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当中 你的前途无可限量 是是 庞主任说得对 我一定要把有限的精力 投入到无限的学习当中去 先不忙着表态 你说说 你这都连着几天迟到了 按时到校上课 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 没有庞主任 这真是在路上车子扎带了 天天扎 你自己信吗 满满 以后做什么事情 你得多替你母亲想想 她现在多不容易啊 一边卖豆腐一边供你上学 庞主任 谁告诉你我妈卖豆腐供我上学了 我们家还没到那地步 再说我妈摸豆腐 那是怕家里摸房闲着 活动活动筋骨 再说豆腐怎么了 现在公认的绿色食品 价钱不贵 但是品位很高 你激动什么呀 卖豆腐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那也是靠双手劳动 庞主任 我妈摸豆腐 纯属个人爱好 我们家就算不摸豆腐 也不会缺吃少穿 庞主任 你就看我那辆山地车就知道了 那是卖豆腐能买得起的吗 行了行了 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我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以后遇到什么事 多替你妈想想 行了 我知道了庞主任 那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 行了回去吧 老乔是骂人挺难听的 郭志冈人家可有涵痒 啥都没没说呀 乔晾东当的全食堂的人这么骂的 可不是 他仗着这是公司的元老说话狠狠着呢 当时在食堂所有员工都听见了 我就纳闷了 你说老乔平时脾气挺好的 可一见着郭志冈 他就像鸡见了圈儿去 那个嘴硬啊 就是要人的命 那郭志冈呢 就这么挺着 走了 好多人都看见 当时他眼圈都红了 说不准还真哭了 这个乔香东也太过分了 可不是 只要您发话 我就找茬 把他奖金都给勾 这个乔香东对我们家的事情都清楚 他这把火不是冲着郭志冈 是冲着我撒的 郭志冈今天来上班了吗 我刚才特意到总务部去看了一看 还在 他平时都干嘛 也就是帮着打打水拖拖地 有个什么事儿 帮着跑跑腿 人挺挺勤快的 就连地下有一个烟头 也都给捡起来 人特特随和 和谁都不红脸 今天那个老乔跟人家那么张狂 他他都没 行了我知道了 你多去给媛媛 但是你必须保证他每个月能拿到足够的工资和奖金 您放心 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 没人敢说闲话 只是其他的员工 不用管他们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你去给钱总打个招呼 给他个警告 让他不要那么张狂 是 这小子嘴太太碎了 我现在就去敲敲打敲打他 那郭总我走了 小梅 闻闻 今天是班主任的晚自习 你又不来 没有 报告班长 请假 又请假 什么事啊 肚子 你昨天不就肚子疼吗 那我就我妈肚子 反正小梅你帮我请了 今儿晚上我来不了了 走了 你 猴子 等我呢 去哪儿玩 那边新开的一家溜冰厂 设备和场地都是崭新崭新 好 去试试呗 走吧 小三咱们都已经过去了 你不着急回来上自习吧 要是玩到一半你就撤 那可也太没劲了 不着急 这老师讲的那些东西 白天听听就会 凡子习又请假了 先弄点吃的去啊 走吧 喂 你好 我是马一文 哦 是铃子 哎哟 不行 我下班没时间 是不是马芬能上次住院的事儿 那我 不去医院找你 那去哪儿 啊 行 哎 好 满秋仪 哎 有事儿问你 我什么都不知道 有事儿你问我爸爸 我还没问呢 满满他昨天晚上一直在我们家住的 文道 你可是个不会撒谎的人 那你还非问我 那你还非问我 你爸爸是一个诚实的人 我想你应该也是对吗 还会不会在乌衣服呢 乌衣服呢 sketches 、三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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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找到二次 我只要是有事儿 我今天要跟着你 你这种特别人 我都要去运衣服呢 所以我都可以交付一下 他刚才打电话不是说 说马奋斗的事吗 是不是他出院还有什么手续没办啊 其实也没什么事 那我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我还得给奋斗做饭 立凡哥 来都来了 聊会儿吧 上面有个美食街 不惜一会儿让奋斗上这儿来吃吧 凌子 你看咱都一家人 你有什么事别瞒你里边哥 是不是马奋斗前阵子去医院 查出什么问题了 没有 想什么呢 对了 上回奋斗住院 不是有个单聚还在医院吗 我今天就快进到药来了 可能你还有用 真的没事 没事 吓我一跳 没事就好 其实这单子我要着也没用 我也不保销 就先搁你那儿吧 行 我刚才不是逛街了吗 这两天也降温了 我给你买了两件衣服 你试试啊 别别别 这样不好 我有的穿 来 你试试这个吧 有的穿 跟穿得好是两个概念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别别别 哪有时间打批自己啊 别别别 你听我说 就给夏冬穿吧 我真的有 我搁的不用你操心 再说了 你还是个领导呢 穿得体面一点不好吗 来 试试 这不那谁吗 产生成你爹那个 别胡说 走 马帅 等等我 哪儿来这么大脾气啊 打人都不靠 不是 你这东一句西一句 说什么呢 方大 我先走了啊 溜冰场不去了 不去了 妈 回来了 妈 差不多就行了 啥行啊 我瞅 这豆磨得够细了 这豆磨得细不细啊 吃到嘴里就骗不了人 要是耍小聪明啊 自己惹起的麻烦 还得自个儿收拾 妈 我看人家室里 都用那个电机 电磨推的 比你这又省劲又快 要不回头我给你整一个 你给我整 你有钱啊 没钱 可我有山地车啊 山地车 山地车 能磨豆腐啊 或什么 我要是把山地车卖了 换成电磨不就别了 山地车卖了 那你骑啥呀 长腿不就是为了走路吗 你可别打这主意啊 当初你随丽婶给你买这车的时候啊 就是为了让你少走点路 别让你把时间全都耽误在路上 为的就是让你好好学习 你可不许动这心思 听见了没有 电磨我觉得总归还挺弄 到时候回他再想办法 我帮你推会吧 妈 不用了不用了 咱不推了 儿子 走 进屋 妈跟你说话 来 怎么了爸 哪不懂我帮你看看 我是学不会了 爸 就什么学不会的 你不是教育我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攀登吗 肯定能学会的 我帮你看看 难怪人家说我 护在墙上下一幅画 其实就是一滩烂泥 谁说的爸 是不是总部的同事他们笑话您啊 我跟他们讲理去 我爸能耐着呢 你爸是什么分量我自己知道 不再这么侮辱人的 我爸那么大饭店都开过 肯定能学会这点东西 小美 爸想调个岗 爸 你要放弃了 不是放弃 爸想找一个合适自己的位置 不难为别人 也别让自己太丢脸了 其实呢 爸就想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岗位 哪怕挣钱不多 只要能供你上大学就行 这几天没回来住在哪儿了 立本书家 跟马分头睡一屋 妈 你可不知道 跟马分头睡一屋那个受折磨 他那睡觉 打嗝放屁加磨牙 跟他睡一点不比跟大街睡差 儿子 别骗妈了 妈都知道了 庞主任叫你 是因为你老迟到 你不上晚自习 是因为你跟老师请假 说我肚子疼 妈还知道 你这些天 根本就没去过马里本书家 儿子 你去哪儿了 妈 您不就是想让我考个好大学吗 我保证 两年之后 给您拿一个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回来 老师上课讲的那些东西啊 这都明白了 上晚子急的就是浪费时间 有那功夫啊 还不是溜溜冰呢 去溜冰了 跟谁去的呀 是不是孙猴那帮人又回来找你了 妈不管那些人是谁 反正妈觉着你不能跟他们再互混了 我没混 只有孙猴他们瞧得起我 甭光我是董事长的儿子 还是卖豆腐人的儿子 只有他们拿我当真心朋友看 看现在还谁瞧得起我 有那 那这个孙猴还真挺够意思的啊 儿子 这孙猴是做什么工作的 做什么工作 反正也没什么事整天 就瞎盘呗 儿子 我倒是觉得 如果说你俩真的是朋友 如果他孙猴真心拿你当朋友的话 那你现在学习这么要劲的时候 他还带着你天天去玩 你说万一你要是考不好 没考上大学 那他不一辈子心里愧疚啊 再说了 如果你真心拿孙猴当朋友 也不能看着他这么混下去啊 反正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会找个时间 跟他坐下来聊聊 看看他喜欢啥 能干点啥 找个正经工作 好好的赚钱过日子 那才是正格的 这朋友之间啊 就得相互帮衬着才行 对不对 话说回来了 你也不是没有别的朋友啊 那马芬都不是你朋友啊 你俩从小一块长大的多好啊 还有你立本书 那一直拿你当亲儿子的 对不对 妈 那立本书哪是对我好 分明是对你好 那想做你男人吗 这孩子呢 反正妈 你别总把人都想太好了 人总是会变的 我也不跟您说了 我做功课去了 不跟您聊 高主任 去等你呢 什么事啊 有个事儿麻烦你 来 这 这怎么了这是 我想掉个岗 哦 爸 你干嘛呢 我 没干什么 就是昨天晚上有蚊子 爸爸给你换个蚊香片 爸 离婚协议书已经写好了 在我身上了 在我身上了 莉莉 爸 您不用劝我了 这货我离定了 我不要她过哪门的任何东西和一分钱 我只要她同意在协议书上签字 莉莉 没哪家不吵架不搬嘴的 那一搬嘴就提出离婚 那全世界剩下了几家了 你听爸爸的 再好好想一想 好不好 爸 我都想明白了 这些年 我为了奶文 我放弃了自己的生活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为了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觉得我太不值了 离婚以后 我想把以前的专业捡回来 换一个新的工作 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莉莉 爸 我没事 您放心 我要出去走走 换件衣服 不是 莉莉那是 没事 爸 老隋啊 咋样了啊 这丫头 怎么这么宁呢 以前是非国乃文不嫁 现在要非离不可 在屋里换衣服呢 说出去要走一走 可不能让她出了这个屋 出了这个屋 咱俩可就拦不住了 我去找郭乃文谈谈 让乃文呢 说两句软糊话 给莉莉个台阶下 我看不至于你 我去找她 你啊 拖住她 我有什么办法能拖住她呀 你想办法吗 想办法 莉莉啊 莉莉 那个 妈头疼 那个 你陪妈上到医院呗 她主动提出的挑稿 就是刚才在楼下递给我的 我说你怎么不直接去跟郭总说呀 我估计她是怕和您碰了个面 尴尬 她怎么不会在总部待了 她就是说公司有人看不惯的 想换一个新岗位 能晚上上班呢 彼此谁都见不着谁 眼不见心不烦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了 那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给她调换一下呀 尊重她的意见 工资和奖金按高级技术人员发 劳保按高标准的来 有她在 这晚上我在家还能睡个踏实觉 喂 爸 现在 好 阿姨 灵灵啊 妈 这结果都出来了 没事啊 放心 哎呀 不能啊 我这头昏眼花的 要不再查查血压 不用了 这乔大夫的话您还不信吗 阿姨 检查报告我都看过了 没事儿 你放心吧 行了妈 再回家 走 莉莉那你得陪着妈 妈一时见不着你 我这头疼 行行 怎么了 玉玲 我这两天 老觉得胃特别的不舒服 老想吐 隋莉 我建议你去做个检查 做什么检查 爸 难道你有空 咱们在一块儿坐坐 是啊 头一回 谁啊 要不是闹翻了天 我也就不来了 爸 你有事儿吧 有事儿 你小子没忘记 当年你答应我的事情吧 什么事儿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那年满秋 要想把盒饭生意做大 贷款没人担保 你跑到我们家求我 你还记得吧 记得 这个事儿确实忘不了 你还记得 当年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吗 你给我嫂子的贷款做担保 我给您当女婿 当女婿就完了 你答应对莉莉好一辈子 你忘了吗 没忘 莉莉回南家好几天了 你过去看看她 你现在发达了 我退居二线了 你就想翻脸不认账了 是不是 爸 您放心 既然我答应你的事儿 我就一定会做到的 我怎么能放心呢 莉莉现在嚷了 要和你闹离婚 你赶紧想办法 把莉莉接回家去 听见没 老邱怡 你怎么没上去啊 我爸不在家呀 你不上去了 你想请你帮个忙 可是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分道 你跟小满从小一块长大的 她现在这个样子 你也不希望看到吧 是没错 可我说话满满也不听啊 说她的事儿一去办 你只要告诉姨 去哪儿能找到孙侯她们 你 你要找孙侯啊 嗯 你怎么不高兴啊 这怀孕了可是好事儿啊 是 这放到以前是好事儿 可现在不是了 你跟乃娃怎么了 我爸跟她离婚了 我爸跟她离婚了 离婚 可是你现在已经怀孕了 是啊 我现在心里也很乱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会不会开球啊 哎猴子 妈妈怎么没来啊 她说有月考 想拿个第一堵别人的嘴 等妈妈考完试 咱哥几个 烧口 哎猴子 干嘛咱们每次都要叫着她啊 说到底 妈妈压根跟咱就不是一路人 你什么意思啊 原来吧她家里有钱 咱们可以跟着她蹭吃蹭喝 大光没粘着子 还把警察招来了 现在呢她要啥没啥 还得经常咱们搁几个掏腰包 请她吃饭 何必呢 这种话别说了 我不爱听 我自己掏钱几个 乐意 孙猴是吧 你是孙猴吧 你看我可找着你们了 你谁啊 一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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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满满的妈妈 满满你们都认识吧 满满 谁是满满 你认识满满吗 这里没人认识满满 你该满满干嘛去 别别别 我知道你们是满满的朋友 满满也经常跟我提起你们 她也拿你们当朋友 阿姨来没别的事 就是想跟你们聊聊天 阿姨 阿姨 这里没人想跟你聊天 你该干嘛干嘛去 阿姨 玩你去 说吧 满满怎么能跟你们起玩啊 她正好好学习 阿姨天天向上呢 孙猴 你看 阿姨也不知道 你大名叫啥 就像你猴子吧 就像你猴子吧